大家好,我是芬芬衣 今天芬芬衣想用泰帶紮染顏色 加上白色橡筋去做這條手鏈 就是這個圖案 只要你預備彩色橡筋和絲扣 今天用Monstertel 就可以開始做手鏈 大家預備好了嗎? OK,Let's go! 拿回Monstertel 開始了 用這四格的編織器 如果沒有Monstertel 可以用編織器 只需要用兩條編織器 而用這四格 同樣等於Monstertel的四格 亦可以編織 今天拿回Monstertel開始了 首先放第一條的橡筋 拿回第一條 我們拿這個 第一條我們首先要四格位置都要做 但就好像做Cat Band位置 我們怎樣做呢? 首先將它打斜 拉這邊給大家看 拉這條 打斜角 拉這條橡筋 拉在編織器 這條柱位的前面 穿回後面這樣勾著它 這樣 然後我們還要做這個 即是我們四個角 我們就在底下 底下這條橡筋 然後這樣拉過去對面角 對面角這個位置 這樣穿著它 做出來的圖形 就是一個井字圖案 這個就是我們的Cat Band位置 接著我們就要做我們的白色 那怎樣做呢? 我們首先把它 這樣大家容易看一點 做個三角形 三角形的圖案 接著我們就開始編織了 我們就要 這三角角位 白色的角位 我們就要編織底下 那條顏色的橡筋上來 拉上來 只是兩條橡筋編織方法 這個 放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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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角也是 只有白色的橡筋 只有白色的橡筋位置 才這樣編織 而這個是未落白色的 我們就不需要編織了 接著我們再拿一條白色的橡筋 我們做了一次三角形的圖案 我們就做到這邊三角形了 這樣 然後就編織底下這條橡筋 加了一條橡筋之後 我們這三個 三個編織器位置 就要編織底下那條橡筋了 這個 到這邊 我們編織完兩個三角形的圖案 你們可以留意到 就是我們這四個編織器位置 都全部已經是白色橡筋了 那就為之一個 一個 一個 圖案花 接著 我們要下的 就是下我們彩色橡筋 而彩色橡筋 我們怎樣下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四方形 做一個四方形的圖案 而去編織底下四條白色的橡筋 只是這樣 兩條橡筋 回的方式 這邊也是 回到下面白色的橡筋上來 我們已經看到四條編織器 四條編織器裡面已經是彩色橡筋了 然後我們又做白色 白色就是做三角形的圖案 我們要做一條的橡筋 我們就回下面有顏色的橡筋 我們就回下面有顏色的橡筋 就是這個方式去編織我們的手織的 我們留意到這三條編織器 三條編織器已經轉了白色橡筋 這個還未轉白色 即是我們要轉這邊 就要做一邊的三角形 這邊也是 把這條橡筋回上去 就是這樣 這裡大家看到已經是四條白色橡筋 然後我們就要轉顏色橡筋 而顏色橡筋也是一樣 我們要做四方形 總之是 顏色橡筋的我們要做四方形圖案 而白色橡筋就要做兩個三角形的圖案 編織方法 好了 把四條白色的橡筋 這樣 逐條勾上去編織器上面 我們又做白色 就是這樣編織的方法 做了一邊白色三角形之後 記得做另外一邊 我這樣擺條長筋 這樣勾回去編織器 只是方便大家容易看一點 不要經常遮蓋你們 這樣 四個編織器都已經是白色橡筋 接著我們就做一個 有顏色的 記得有顏色的橡筋 我們一放這個紮染橡筋 就是勾四條的白色橡筋 然後我們又是做白色橡筋的三角形圖案 就是這個編織方法 現在就編織到我們手織的長度 到這邊的三角形 然後到我們的紮染顏色 記住紮染顏色那個一定要做一個四方形 就是這樣 好了 編織了 圖案花這樣就很清晰給大家看到了 這個還未夠長的 我們繼續編織 我們的手鏈 我們稍後回來再和大家看看 如何去收回我們的手鏈的尾部 很快就已經編織好 這條手鏈的長度 我們做完這兩個三角形的圖案 我們加回最後一條有顏色的橡筋 最後一條就是做回四方形的圖案 四方形的 然後回了這四個角位的白色橡筋上去 這個是最後步驟了 好 然後我們就要將它四個編織器位的橡筋 而去四合一路 那怎樣做呢 我們首先 就要拉起我們近我們 我們 右手邊的橡筋 拉起 小心喔 拉起去就放在我們的對角 對角位置 這樣 然後我們再將在我們這一格下面這一層的編織器的這一條 這一條的橡筋 我們一樣照 慢慢拉起去 放在我們對角的編織器上面 好了 我們將它調轉了 我們現在剩下兩格的編織器 我們再將單丁一條的橡筋 這裡單丁一條橡筋 用一支勾針這樣勾起去 然後把它套在我們 最後一格的編織器上面 我們這裡就很明顯看到 這裡已經是四條橡筋的了 已經是將它四合一了 然後我們想收起來 不要那麼多 我們就將它 這裡四條橡筋 我們將下面 下面最底層這兩條 最底層這兩條 將它勾在我們的編織器後面 這樣 即是收多兩條橡筋在後面 兩條橡筋在我們的編織器 然後我們在這格位置 就加我們的C球 或者你們的S球都可以了 這裡 因為它的小橡筋很輕易已經加到 就可以放了我們的橡筋出來 然後我們在另外這一邊 剛才開頭位置 好像一個井字形的位置 我們拿回兩條的橡筋 你很輕易就找到這兩條橡筋 我們穿著它 穿回我們的手指 拿一個C球的另外一邊 也是這樣套著它 我們已經完成了這條手鍊 這條手鍊已經完成了 很簡單 讓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因為它這個紮染色 很多顏色 一條橡筋已經包含了很多顏色 所以分分衣 就用了白色來配襯它 如果你們用你們的淨顏色橡筋 你可以將白色和顏色的橡筋 調轉 變成白色橡筋 轉了彩色顏色 這條手鍊看起來的效果又不同 但因為這個紮染色 已經一條橡筋包含了很多顏色 所以就加我們的白色 讓它可以清一點 整條手鍊已經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你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